在近一段相關的VCR 主持人剛剛說柯宋算是一個法國高級麵包 那2020有沒有可能柯宋配 坦白講到目前為止 市長和我們心裡面所掛念的 是希望柯市長好好的連任 把他還沒有做完的事情好好做好 這是我們現在最關心的事 我們希望他把現在的市政做好 我們一起大家加油 我們希望台北市的市政更上一層樓 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 他事實上有一個非常重大的特點 很多人不知道 是珊珊私底下告訴我的 柯市長有些時候難免性急 會做一些和說一些話 但是他很像我們孔老夫子對於延迴所講的那句話 不二過 就是他不會重複地把做大家有批評的事情再反覆的 對不對他自己會修正這點很不容易 坦白講我相信我們兩位基本上認為就像他上次所講的兩岸需要用智慧用氣度 我可以跟諸位說現在很多的政黨都在高喊團結 很可惜大家對團結這兩個字做了錯誤的解讀 當這些人天天天在叫團結的時候 事實上是一團心結 一團心結的簡稱 沒有分裂的本錢沒有錯 團結最重要的本錢就是氣度 我今天看到一個現場我必須要加以大力的肯定 我曉得李慶元議員有些時候對柯市長非常延遲地提出市政的資訊 但是您剛剛看到柯市長非常誠懇而且有氣度地來說 李慶元在提出這些批評和建議的時候用心良苦 他都有接受 有這樣的氣度的人能成大業 這是我們希望市長將來更舉用嫌不分難率 只要對市民好對台灣好 我們大家一起共同加油成立連線 為台灣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柯文哲他基本上就是政治水母 他難道要組織政治水母黨嗎 我覺得現在有人不是說在鼓吹他主黨嗎 主黨哪那麼容易啊 主黨政黨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政綱 要有中心的核心思想 那我們可以看到柯文哲他基本上就是政治水母 他難道要組織政治水母黨嗎 他沒有核心價值對重大的問題都迴避變來變去 想藍綠兩邊討好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種民粹起家的政治人物 很快就會成為煙火 我常常在報紙上讀到我的作戰計畫 這實在很奇怪 我沒有說要選總統也沒有說要 也沒有規劃那個也沒有說要阻擋 但是我說老師這樣一世過傳來傳去 所以我突然想到一句新的成語 謠言起於自責 很多人在製造謠言 他一定都有內心特殊的目的 OK回到現場 他的名稱了 對此柯文哲18日接受詞訪問時強調 我沒有說過要選總統 組什麼黨 還訪問記者消息是哪來的 但進一步追問是不是不否認的時候 不否認這個傳聞 他也沒有正面的回答 市長也沒有正面的回答說 那他說奇怪 沒有否認跟有承認 你們沒有講話就是沒有否認 太可怕了啦 威中怎麼看這個新聞呢 說實在這個傳聞我有聽到 Little Bird also told me 說 這個人我所瞭解 等一下這個小奇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澄清 說他跟市長事實上我所瞭解 私底下公開都算蠻親密的一個人 消息的人是他 我想我的來源應該跟敏鳳是一樣的 來 您的回應 我覺得其實這個因為柯文哲他橫空出世 四年前他本來那時候民進黨 非常希望他可以掛民進黨旗來 那後來他經過一番考慮之後 他堅持說他用無黨 那最後他也取得了勝利 所以其實柯文哲在台灣的選舉史上面 的確算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 那你說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 如果他現在等於說在台北市長的這一關 能夠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未來他想要挑戰總統大位的話 那我覺得他的確需要政黨的奧援 因為您做全國的選舉 沒有一個組織一個機器 不管你是要加盟 例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親民黨 或者是你要自己成立一個新的政團 這都是一樣 畢竟你在打全國的選戰的時候 你要大量的人馬幫你去這個很多地方跑 你一個台北市長一個從7點半工作到12點的人 你也許可以台北市12個行政區親力親為 但是你很難說23個台灣的縣市 你全部自己去每天自己跑 這不可能 你非常要有大量的人手來幫忙 第二個在個別的地區政見上面 你需要有大量的智庫人才 甚至是有相關經驗的這些政務官或產業界的人 這些其實都已經勾勒出就是一個政黨的影子 你必須要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團體 來作為你的等於你的後援 是 好那但是這個問題就回到了 那柯文哲有沒有選總統 如果他今天就是說 反正他眼前就是把台北市長選完做完的話 的確他組不組黨好像沒什麼差別 頂多可能就是對 你剛剛看到也有些人想要去跟他結盟 比如說這個所謂的什麼監督連線 那也許有一些人會認為說柯文哲組黨 他們加入柯文哲黨 那對他們個別的選情會有幫助 那對柯文哲自己在現階段有沒有幫助呢 我看不出來 好所以有可能會決定他要不要組黨的時間點 必然就是在明年以後的事情 絕對不會是選前 選後再說 一定是這樣 選前他既然都不 他也不參加民進黨 你看我們幾個月前就一直在遊說 你繼續跟我們合作 連合作都不要了 何況是加盟任何政黨 那他也沒有理由去自己組一個政黨 現在來擾亂自己的一池春水 所以我的政治判斷是這個議題 在選前都不是真實的議題 那當然我也有聽聞很多朋友 就是包括跟柯文哲相當近的 現在還定期開會的人 有跟我講說他的觀察 不是說他知道柯文哲有這個意思 不是 只是他自己的觀察也是認為說 可能柯文哲在未來的某個時候 會有這樣的念頭 這的確我也有聽人家講 可是也許這個只是一個討論階段 可能等一下小齊可以代表 比較權威性的一個講法 那我自己的政治觀察 就是覺得在選前沒必要 在選後再看看 那第二點 其實我剛看到 像丁守中跑出來說 反正就酸他說柯文哲 你就是政治水母啊 你主的就是水母黨啊 我是覺得台灣民眾現在 對於這樣的事情 其實可以用平常心去看待 你把它看 像我自己我個人 因為我是做政治工作 我在前兩天看到 柯文哲跟這個宋楚瑜 可送露面 我覺得對我心裡沒有起什麼波瀾 因為我覺得宋楚瑜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 我還是小朋友的時候 到我出社會他就常常都在 他不但是一個政壇上面的巨星 但他也常常在跟很多人合作 要搭檔啊 要去選總統選什麼的 所以今天看到他仍然老當益壯 然後出來跟 他本來跟柯文哲私交就不錯嘛 他是市府的首席顧問吧 那你說這樣的一個人物 就有這麼豐富的經驗 特別是有豐富的搭檔經驗 那麼現在他跟柯文哲一起現身 對我來講好像是一個 就是有一個deja vu的一個感覺 似乘相似 對只是旁邊之前站連站 後來站了他的副手的一個醫師 我都忘記是誰了 那現在站了柯P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就是餐館裡面的招牌菜 然後再炒一炒這樣 只是這個大廚畢竟是 你剛剛看我們整個新聞的過程中 主要發言的是誰 主要發言的是宋楚瑜 今天不是說柯文哲在旁邊 然後然後宋楚瑜在那個 柯文哲在講話宋楚瑜在加之 也不是嘛 就看起來比較像是柯文哲在幫宋楚瑜 還有後面的六位議員候選人在捧場 OK 那他也選舉的人都是這樣 就是文家剛剛說 No news is good news 但是對候選人來講 沒被討論那真的很恐怖 那才是 bad news 所以柯文哲我相信他現在 你到目前為止你把它觀察 有些我們覺得好像有一點爭議 但是沒有大傷的那種事情 他都不會跳出來否認 他反正讓你們去講 OK 那就是幫忙製造話題 製造一些版面 就這樣子 OK 我覺得這就是他的政治套路 所以是大家都喜歡的吉祥物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某種程度是可以這麼說的 就是他的確有吸睛效果 但是我再講回來丁守中 其實我覺得剛剛格外諷刺 丁守中也開始用一些比較攻擊性的 然後想要創造一些政治詞彙 會當作新聞標題 他說柯文哲是政治水母 我看不出來這個關聯在哪 過去我們認為馬英九是水母 因為我們認為他做了一連串的 不當的政策 而且被國外的雜誌 國外的媒體批評他是bundler 所以我們用這樣一個名詞去 把他這個傳神的把它翻譯回來 不是你說柯文哲是政治水母 可能除了他被說白色力量 但水母也不是白的 水母是透明的 我看起來我覺得 我倒是覺得丁守中比較 我倒是覺得丁守中 比較像是政治水澡你知道嗎 政治水澡是什麼 就是他每天默默在水裡行光合作用 他以為說水漲船高 就是藍營基本盆高 可能他就可以取得勝利 可是你仔細把它看 他好像沒什麼貢獻 也沒什麼存在感 甚至有些國民黨的 台北市議員候選人 他要衝出他自己選舉的道路的時候 是把這個水澡撥一邊的 他寧願找侯友宜來 找馬英九來 找其他的張善政來 韓國瑜等等之類的 我看起來這個 當然現在剩90幾天了 我們過去說佛系選法的丁守中 他也要找出他的深入了 政治水澡想要進化 想要突變 但是你現在說 把人家定義成是政治水母 我昨天看了一下網路上面的評論 沒有什麼共鳴 大家不曉得說你在講什麼 也沒有人去傳送 我覺得坦白說 現在到選舉最後白熱化三個月的階段 我們水母也好水澡也好 那些都是媒體上面你們可以去做的工房 可是選民已經開始進入到 真實的你們的這些政見還有政經理 過去的政治資歷的這些的比較了 我是覺得包括民進黨自己也一樣 執著於這些口水戰 只會讓現在的民調的那個排序固定化 那固定化誰是第一 看起來櫃台的民調看起來做起來 柯市長目前領先 那幾個候選人如果不想改變現在的排序 那就繼續去噴口水吧 反正民眾就聽聽嘛 那支持個別候選人的人 反正就去覺得你在講什麼 然後支持你的人就覺得你講得好 可是我本來就會投你啊 做這些噴口水無助於改變投票意向 對於sweet voters是沒有幫助 那我覺得剛看到丁守中這樣的發言 再把它對比過去一兩個禮拜來 他的其他總統發言 我覺得他還沒進入狀況 這個今天有兩位國民黨朋友在這邊 等一下可以幫丁守中提出建議 下次這個聽這個威中的講法 似乎是not now but ready 不是現在 但是準備好了 OK 也就是說阻擋這個事情 似乎該有了組織 該有的人脈等等 大部分已經就定位 只是時間點的研判了 那如果真的要阻擋的話 我先跟小琦抗議一下 這黨民不要取這個 應該要比較年輕的 像台灣丟丟黨之類的 比較可愛一點 那第二就是說 千萬不要弄個剛性的政黨 那種列寧市家父長制的政黨 組織裡面什麼中常會 中平會什麼會 事實上都跟人民心目中的一個 跟人民同在的政黨組織的結構 是完全脫節的 OK 我們過去開玩笑 那回應之前說黨 這列寧 這列寧市的政黨就是他創的 黨就最黑了 他說黨是一隻長著百萬根指頭的手 緊握的握成一個能毀滅一切的拳頭 事實上他對他創立政黨 那對黨的評價並不高 OK 我開個玩笑 柯文哲變成台灣最大條的黨鞭 他是用來抽打主流政黨 政策及政治人物的一條可怕的鞭子 與其說他主政黨 我個人倒還蠻期待他繼續當一條 抽人家的鞭子 你的回應是怎麼樣 柯市長今天早上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我有跟他說 中午我們要到這個雲端最前線來 是不是有什麼想跟雲友分享 他特別交代我 要跟主持人還有來賓 還有所有的雲友們 告知一個訊息 就是他並沒有要阻擋 他並沒有要選總統 那我們也不知道這個消息 到底從何而來 可是坊間傳得沸沸揚揚的 讓我們非常驚訝 但是這個好像是有心人 不斷地在外面一直在放話 講得煞有其事的 那剛剛看到就是 文家哥你有就是秀出一些暴桃 那市長他也說了 難道沒有否認就代表承認嗎 因為聽到這消息的時候 通常正常人的反應會愣住 說怎麼會有這消息 站了兩三秒 他會愣住說就會思考一下 可是你把它解讀成說他不否認 就等於是承認 我覺得這樣的解讀其實也是太過度了 那市長今天早上還是特別強調 他說我從來沒有說過 我有規劃要選總統 我也從來沒有說過 我有規劃要組政黨 這些全部都是外界的不實傳言 這是他要我帶到這裡 跟民友們分享的一個重大的一個 就是他認為很重要 對那昨天我們就是我陪同市長去跟宋主席這邊 就是他們有一個這個活動 那當然宋主席跟我們柯市長他的交情 算是有固定在聯繫 那市長也把他當成是一個政壇的老前輩 經常就跟他請議 因為他以前在擔任省長的時候 他有很珍貴的這個行政經驗 那是柯市長在台北的市政推動上面 能夠做重要參考的 因為其實台灣的政壇 其實有一些曾經受到民眾高度肯定的政治人物 宋楚瑜先生就是其中一個 那我們也相信他有很多的這些經驗 是值得借重的 無論說大家對他的看法 是不是有任何的不同 但是有一些可以參考的地方 我們當然希望可以請教 我覺得部分黨派都應該有這樣子的一個胸襟才對 那其實昨天市長也跟我們講到說 其實新民黨的 剛剛看到螢幕上那些影片裡面的那些議員 他們在監督市政的批評的指教的時候 也是很大力 也是不盈餘力 並沒有比較小力 不會因為說他們跟市長合作了以後 就好像說就是代呼他們議員本身 就像魏忠議員也是一樣 真的該批評該監督該指教的時候 議員就是應該站出來 那市長也是認為這樣很好 那昨天黃山山議員在友台的節目 也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他提出給市長必須要改善的一些市政 他的建議 市長回復給他 到最後做完的執行率居然高達九十幾% 所以讓他感覺到非常的驚訝說 原來你是一個真的有在解決問題的市長 那我會認為說如果這樣子的話就是 大家可以去仔細的去看 就是說市長其實他並不是說 把那個心力都花在選舉 他把心力是花在解決問題 但是卻有一些人不斷地用一些政治口水 一些傳言一些負面的語言 在不斷地在攻擊他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說其實我們 競選辦公室成立之後說實在 裡面只有二十個人出頭 是一個很小很小規模的一個辦公室 然後呢要做什麼幾乎也是沒資源 那市長就是他沒有一些比較強力 就像我們四年前是採取公式的 這樣一個選舉的一個策略 或者是戰術 是因為他真的把他大部分的時間 真的都用在市政上面 所以我們也會認為說 如果他是選擇這樣的做法 我們會支持 但是那不代表說 大家可以用這種負面的方式 其實這種方式 就像威中議員剛剛講的 已經不受現在的台北市民歡迎了 他們希望是說你真的把牛肉端出來 你到底能怎麼改善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民生經濟 你到底有沒有看到我們面臨什麼困難 我們希望你為我們做什麼 我覺得還是要把這些東西端出來 雖然說丁守中陣營或者是姚文志陣營 這邊都提到說要強調施政 可是他們還是不斷的在拋口水 例如說這個央視 央視有很多台你知道 他有很多很多 那央視的這個國際台 他就是有算是一個紫台 然後經常在報導台灣的新聞 他連蔡英文總統的新聞 也經常在報導 可是卻是有心人刻意把 柯市長的這個新聞把它結出來說 央視報導兩分半 那為什麼報導蔡英文總統的時候 他不把它結出來特別去講呢 他沒有報蔡英文總統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把它特別結出來講 然後再把它抹紅說央視有報導 可是事實上這個央視這個國際台 本來就經常在報導台灣的 一大堆的新聞 你卻特別抓柯市長的新聞出來解讀 我覺得這對他就是來講就是看得出來 所以認為是有心人的刻意簡介 絕對是有心人 要把市長抹紅說現在支持你的 是OK是央視 是大陸的央視來支持你 央視跟那個T台他們可能有簽什麼合約 因為他可以直接用他的這個影片 好幾台都有簽 台灣大概大部分都有跟他簽約 我們也不知道 沒有事先被知會 他們之間的合約他們怎麼做 那是他們的商業上面的談判 跟我們沒有關係 可是他卻有心人卻把這影片截出來 然後呢把市長這樣抹紅說 哇央視很讚許你 可是事實上不是啊 央視也有報導 蔡英文總統也有報導 國民黨的消息啊 是都有嘛 OK 對是這樣 這個小齊這個 這個美麗島電子報在5月份的時候 5月28號公布一個民調說 如果有人希望推動台北市長 柯文哲結合白色力量阻擋OK 不支持的43.6 支持只有26.7 位表態也有29.7 OK 那如果以這個最近的民調來看 似乎贊成柯市長 阻擋的並不是多數選民的意見 我再追問你一個問題 昨天這個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他是綠黨他來上我們節目 跟這個 兩個隊啊 跟那個陳學勝 兩個隊的 變兩個 OK 這個字我沒看到 王浩宇 講錯 王浩宇不是王浩同學 OK 好 那個王浩宇他有個漏漏的臉書 他裡面有一段話 他說最後很少人知道柯P過去曾經找過我主黨 到現在我還跟幾個核心幕僚 還保持很好的互動 而我在節目上批判柯P的話很多 句句都是真心話 未來如果代表綠黨跟柯文哲見面 我還是會繼續選擇說真話 綠黨很需要柯的選票 但我們寧願保持批判 OK 這不重點 重點是很少人知道柯P過去曾經找過我主黨 這部分您可不可以做進一步的說明 王浩宇議員我是不曉得他這樣說他的用意是什麼 但是我剛剛講的非常的的確 就是兩個多小時以前 市長交代我一定要傳達給雲友們 那浩宇同學有沒有跟您幕僚之類 有沒有接觸過 完全沒有 我也從來沒有在市府 所以您對這個說法您保留 你認為浩宇講太多了 我還是希望有機會跟這個王浩宇議員這邊 先來了解一下說他這樣講的這個背後的原因 因為我不希望說看到一行字就去批判他 那我也想要釋出一個消息就是說 其實市長他在這幾個月以來 因為選舉時間近了 陸陸續續都有一些各黨的 就是甚至是外縣市的一些民意代表參選人 他們自己主動就來想要找市長合作 然後像昨天我們去那個議會 臺北市議會的那個路上 以及到最後要回市府的途中 都有不斷的有就是外縣市的一些議員 甚至是里長的那個參選人 擠過來然後直接自己帶攝影 就跟市長這樣就拍照了 然後他就要拿回去掛看板了 所以我們一路上我們這些幕僚是汗如雨下 因為他還有人拿東西要給市長錢 上面不知道是什麼字 然後有人擠過來要拍照 然後就是一大堆混亂的狀況 但是我們針對這種現象 我們也是覺得說應該要訂出SOP 我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你也可以直接澄清或否認 我聽說包括民進黨有幾位 可能選情稍微比較不如預期的朋友 也都在邀請柯市長能夠去跟上站台 那我覺得我聽過最拒指標性的是 台中市長林佳龍 目前市長這邊有這樣的相關的訊息嗎 其實這個問題我也問過他 是 就是說這個有這個消息傳出來 那他給我的回答是一個微笑 微笑 OK 好 那我要再釋放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剛剛有提到說 有一些外線說是就是我們台北市的一些 就是民意代表參選人希望跟柯市長合作 那昨天我們討論到這個問題 那後來我們發現說不能這樣啊 你衝過來然後就合照 然後就拿去掛看板 然後就說柯市長支持你 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昨天討論出來一個具體的做法 也就是說我們會提出一份 就是像是一個 認同柯市長理念的一份文件 那假如說你希望找柯市長合作的話 你能夠簽署這份文件 認為說你認同柯文哲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務實對話這樣子的 有包含兩岸一家親嗎 政治理念 這部分有包含兩岸一家親 包含兩岸一家親 OK 好 這樣的政治理念的話 你願意簽署 當然底下還有一些小條文 你簽了之後 那柯市長才會就是 OK 這倒是第一次聽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內幕性的消息 非常謝謝小琦跟大家分享